马尔要制造,如果喜欢我的影片,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。 在这一点上,马自达利用一种先进的技术,进一步推动了这辆车的发展。 该技术被命名为本控制部分预混压缩点火PPCPI,尽管它几乎没有透露CPCI的工作原理,但它揭示了每个燃烧室,实际上有两个弹型燃烧室组成,以改善空气和燃料的混合。 不过一般来说,部分预混压缩点火PPCI并不是一个新想法,多年来一直是全球研究的主题。 PPCI是一种低温燃烧LTC形式,鉴于通常的柴油点火和均值充气压缩点火HCCI之间,其中,燃料和空气在气缸中混合不均匀。 LTCD优势在于它擅长同时减少NUX与HCCI相比,PPCI使点火证实更易于控制,可以很好的混合燃料和空气。 并且,当与废弃在循环EGR配合使用时,可以降低温度,就可以减少氮氧化物并提高效率,同时提高燃油经济性。 提高燃油经济性,你将燃烧燃料产生的更多热量转化为机械工,而不是将其损失到大气中。 热效率密切相关。 马自达声称,E-Sky FFP是最清洁的柴油车之一,热效率超过40%,因此,它在这个方面都取得了成绩。 尽管我们不清楚,马自达是如何设计雏心发动机的,但研究通常包括,使用光学单纲发动机,如Ricardo Hydra E,它可以检查燃油,空气混合物的行为,以及使用专业摄影和激光进行的燃烧。 PPCI是一种低温燃烧LTC形式,鉴于通常的柴油点火,和均止冲气压缩点火,HCCI之间,其中,燃料和空气在气缸中混合不均匀。 Monstar在过去几年的柴油风暴之后,像新的E-Sky FFP这样的发动机,能否扭转对柴油生育的损害。 柴油发动机是合成燃料和生物燃料的主要候选者,使用它们的PPCI设计仍然会产生相同的优势。 与此同时,与当前的燃油价格高昂,它们应该有助于减轻车主的口袋负担,并在减少废气排放方面有所提升。 充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